我有问题就是我现在有有个十几万成本 要不要需要做投资 或者说玩手股票 十几万做他妈的投资 明白吗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就像有人问我 二十万我买了什么车 二十万你应该买本书 好好看看书 然后让自己意识到如何骑自行车 能骑出自信 十万块钱的所有能够告诉你理财的投资 不是不应该做 你可以尝试着去做 做什么 我没有办法给你建议 为什么 这是你理财学习的经验 它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你如果连买什么投资什么的意识都没有 你又想要挣钱 我建议你拿出一万块钱 去进修一项技能 或者拿出一部分钱 去买一些投资方面的书 不用特别难的 很基础的 像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就行 先要让自己认识到什么叫投资 什么叫资产 什么叫负债 你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弄明白了 有逻辑了 你愿意拿你手上的钱去试错语 也好或者去理财也好 没毛病 为什么这么说 国内的教育和国外的教育有一点不一样 国外的很多的家里条件不错 或者父母是经商的 或者家里是有钱的 他们从小就会教育孩子 首先 你不能不劳而获 我认识很多国外的朋友 他们从小的时候要零花钱 说爸爸我想要个这个东西 爸爸说OK可以 但你必须要干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他们会每一周 每一天相当于给小孩零花钱 更像是开工资 他会告诉他 我每一天给你这个钱 你这个钱能够买多少糖果 能买多少书或什么东西 你自己有这个意识 但是我不会额外再给你 这样 他们这个很多 就是国外长大的 我的这些就是 然后很多国外长大的这些孩子 他们就会有这个意识是什么呢 我拿多少钱去买东西 我喜欢的 父母不管 我拿多少钱存下来 去做一件我自己喜欢的事 我要想要额外的 或者我买一些东西 我不会跟父母要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钱得来不易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一个价值的 他们从小虽然没有说 可能说特别专业的 财商管理的 或者这方面的学习 但是很多国外的 特别是家里家里 很不错的 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意识 第一 家里的钱和我没关系 因为家里有多少钱 他不是平白无故给我的 我的钱每周是固定的 第二 他们会有所谓的财商意识 他们会有赚钱的观念 你看国外特别多的孩子 他们会做一个什么事情 他们会在家门口去 弄点那个柠檬水 在夏天的时候 然后卖 比如一美金或两美金一杯 家里经常会鼓励 或者陪小孩一块去做这个事 为什么 培养他的财商意识 但是真正商人的这个逻辑 又不一样 我见过这种说家庭教育比较好 财商逻辑比较高的 他小的时候也让他的孩子卖柠檬水 但不是在家门口卖 在哪卖呢 他会先带孩子到超市 告诉他从哪进货 你从这超市买这个柠檬水成本最低 然后用孩子自己的钱告诉你买多少 然后他会找类似于超市 或什么人流量大的地方 然后告诉他为什么选择 因为你的这个商品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需求 然后你的价格能卖到更高 当孩子摆摊过程中 确实卖了比较多 然后觉得他就有了这个商业的意识 我们大部分中国式的教育就是什么呢 我们小时候像我也要零花钱 但是我那零花钱 首先从来没有人去教育跟告诉过我这个钱是你懂吗 我每天连吃饭都不够 那个钱更不用说什么多的省下来或干嘛 我只能是两顿饭不吃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没有这种财商的教育 这是大部分中国式家庭 包括教育当中我觉得缺失的 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消费主义至上的这个社会 钱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切的东西都是商品化的 我们人的信息说白了 都可以当做商品化被交易 我们人的个人的隐私都可以当做商品被交易 但我们却从小到大没有一个地方教我们应该如何挣钱 如何保护自己的这个收益 这件事是不是很扯 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一定需要去改进的东西 而且他一定会改进 但我不知道从怎么去改进 是什么课外辅导啊 还是从家庭教育 我不知道 所以你刚刚问我这问题 回到你刚刚问我这问题 我有十万块钱 我要做什么投资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二十万以内永远投资自己是最好的 不要去想着什么什么创业 什么这个 有创业的先有冒险的精神是必须的 但是尽量去做一些没有本钱的 只需要花你的时间和精力 或你的技能去换钱的 不要想着我如何拿这十万块钱扔进去变成二十万 因为99.9%的创业者都死了 都是拿着这个钱 我知道的 在现在这个时代拿着自己的钱 说白了去试错的 基本全死了 你看到的那些百分之零点零几的 要么是这个信息不实 表面上给你一个特励志的 什么空手特白狼呢 什么一小博大的这个故事 不要去信 那是小众 你不会是那个幸运儿 如果你是的话 你可能首先先中个彩票 不要想着所有的幸运的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 你也不是那个天选之子 你需要去做的是什么 很简单 拿这个钱 投资自己 让自己首先 你如果对投资感兴趣 了解 首先什么是投资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把这几个东西先弄清楚 买本书就可以 第二 拿这十万块钱中 先拿三万块钱 可以去做一些投资类的东西 开股票账号 这个东西不是说 我得有特别多的钱 我才能去炒股 国外的小孩 我知道的 有很多是未成年的时候 都会要求父母帮他去开一些股票的账号 为什么 因为人从小就有去培养他的这种 所谓的理财跟投资的观念 所以他们有这种如何打理自己的钱的这个欲望和知识 所以作为国内的这些 不管通过什么原因 有很多人幸运挣了第一笔 所谓的第一桶金 挣了点小钱 甚至不叫第一桶金 第一碗金 老想着说如何用这第一碗去变成一桶 但你要想 99%的人拿着这一碗金 幸运或意外赚到的 出去以后就相当于大水漂了 但是你连声音都听不到 这个钱就没了 人一次幸运 很简单 但是人不可能一直幸运 能明白我说的吗 所以你需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拿这个钱 投资自己 或者哪怕你拿一部分钱出去旅游 走一走看一看 而且我建议的旅游不是那种抱团的旅游 也不是那种什么自由行 而是你自己做攻略 自己查 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城市 你喜欢的 不一定非得出国 然后背包也好 或什么也好 走下来 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能够收获一些 你在以前你没有出去 或者你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以外的东西 你一定能收获的 相信我 老大